还要追踪保龄茶室众毒案件持续延烧 31号又新增了三名新的案例 累积现在通报案件数量已经达到31例了 而目前重症住进加护病房的5个人当中 有4个人还在昏迷 卫福部自长王必胜坦言 可能会有脑病变风险 另外在饶河店用餐的两名个案 米酵菌酸检验结果出炉都是阴性 排除和心意店的关联性 不过在其他没有住院的患者当中 其实也有验出米酵酸菌的阳性反应 累积一共有12例验出体内有米酵菌酸 而外界也好奇到底为什么 减出体内有米酵菌酸的患者 有人是重症 但是有人却是轻症 不需要住院 保龄茶室食品中毒案件公布最新调查 结果卫福部次长王必胜指出 在没有住院的受害个案中 一共提供了13位检体 其中有4位也验出米酵菌酸阳性 总计加上死亡住院个案 目前有12位体内都减出米酵菌酸阳性 而住院的5名重症患者 都还在加护病房救治 有一位好转 但另外4位人昏迷中 甚至有脑病变 其中一人还使用液克膜 但外界后期为什么验出体内有米酵菌酸的患者 有人是重症 有人却是轻症 不用住院 如果大量想象是一样的话 也跟个人的抗受性有关 个人的这个所谓有没有其他的疾病 或者是他有没有运动的习惯等等 都会影响到他这个毒性发作的一个程度 另外31号又新增了受害个案 一位是43岁女性出现头晕症状 已经返家修养 另外一位54岁的女性在一般病房进行治疗 而另一位大家关心的 则是到宝林饶河店用餐的案2327 其中一人是吃咖喱仁当爷香饭冰奶茶 也出现症状 难道是整起案件外扩了吗 王必胜也坦言 考虑会将这两名饶河店通报案例移除 而宝林茶市新义店也开放 在3月17日到25日曾用餐的顾客 可以退该笔消费全额现金 31号开放退费时 已有民众申请退费 到目前为止是只有一位的顾客来进行退费 这一笔总金额大概是三万八千元 排除事件有扩大 王必胜呼吁大众不用恐慌 但目前还是得尽快厘清 转起案件的关键环节 杨宗彦黄明顺台北报道